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我是庆林 好今天礼拜四我们又到了车的单元了 在我们现场是小七车观点的小七曾妍好 哈喽小七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七 我印象当中Camry应该是国产车 Toyota的Camry 已经要发展变成是进口的Camry了 对啊我们前一期才刚讲到 没想到他前不久他就发表了 我最近也看到他的一些报道 Camry我记得啦 他是一个很久很久很长寿的车款对不对 是啊 大概有多久你有印象吗 其实一般我们台湾人有印象 大概都是二十多年前 他开始从美国进口的时候 所以其实很多长辈啊 甚至像我小时候 我就很多同学爸爸开 如果开Camry都是事业成功的表征 对真的 那时候的Camry就是印象中是 Toyota但是最大的房车了 对 然后要开到Camry 那个时候的Camry要不要一百万啊 那时候Camry便宜的不用 但是贵的要超过一百万 所以那时候百万名车都是属于很贵的车嘛 所以那尊贵的形象就那时候建立起来 你说几十年大概挤到哪里啊 他第一次进口的话 我记得是应该是一九八九年 由河泰正式进口 那但更早有水货导入啦 但是大量进口是在一九八九年 八八年这个时候 是也就是他是个几十年以上的一个车款 到现在还是叫Camry 你看他路上现在还好多 有有 我们有一个主播 他开的就是老的Camry 而且他那个时候的Camry 他其实是进口的 而不是买国产的Camry 他说进口的Camry到现在哦 他都觉得还非常好开 对啊我们现在看路上其实还很多是进口的Camry 那时候是美国做的 是 那时候还日本才不能进口 所以他只能从美国厂进口 那美国厂那时候其实做的品质相当不错 是 对到现在都还可以开 如果我再追溯一下以前的记忆Camry Toyota的有Camry 还有Corona Co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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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Corona跟Corona 对那是不一样的 是 Corona的话是国产的 1.6 2.0的中型房车 那Corona的话是美国进口的 是小型的四门房车 是 现在还有Corona跟Corona吗 现在Corona已经停产了 它最后一代叫Premium 我想可能大家有印象 是 Premium 那Corona的话现在其实就是Artist Corona就是Artist哦 对他后来国产了叫做Artist 你看了Corona都改名字叫Artist了 为什么Camry还是叫Camry啊 Camry他没有副名啊 那现在Artist的话就是他其实全名应该叫Corona Artist 对我也听过这个名字 Camry竟然在国内等于说他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考验 从早期的时候他有进口的后来有国产的 到现在又要变成进口了 是 为什么呢 其实这讲起来有点悲伤 背上朱利耶 本来是国产的 那从这一代开始 因为我们大型房车市场萎缩嘛 我们之前有聊过 所以他就变成进口 因为投资国产化划算 所以干脆厂商直接从日本进口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最近发表11月初发表 我要问的就是 它是一个老品牌 我们很熟悉 以前的口碑也不错 变成了进口 它的改变是什么 还是说只是价格会变贵了呢 其实这一代的进口 它应该算是一个全新大改款的车型 所以无论是外观 内装 或者是甚至它的地盘 都是全新的设计 那跟以前国产化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只有大概一些引擎上面的 某一些部分是相同的 但是它也经过改良跟设计 所以它视为是一个全新大改款的车型 那这一代大改款的车型呢 因为它也顺便改成进口了 所以其实跟以前国产化意义就不太一样 意义不一样 配备不一样 那底盘差不多 底盘它是全新的设计 全新的设计 它这一代的底盘叫做TNGA的平台设计的 这是Toyota内部的一个名称 它这个底盘其实最有趣的就是 它其实现在共用化的程度很高 共用化是什么意思 共用化以前我们可能一款车要开发一个底盘 就底盘悬吊啦 甚至底盘这些都长得不一样 比如说Camry和Cola 可能就是不同的底盘 所以开发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现在它全部用共用模组之后 它无论大车小车 休旅车 轿车 旅行车 它都可以用同样一个底盘 所以对于厂商来讲它成本降低 但是对于单一的研发费用来讲 它反而可以拉高研发费用 所以变成可以用平价车 可以用比较好的底盘 或比较好的悬吊 让它的操控性和它的舒适性 比较出色 也就是说大车小车 休旅车可能都是同一个底盘 对 那它把它的研发费用用在别的地方了 但是同一个底盘 我光用响的我就觉得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小车其实就应该是小底盘 怎么能够跟大车共用底盘呢 因为你车子包括车重等等一些装备 其实是不一样的 用同一个底盘行得通吗 其实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玩过乐高积木 乐高 有我知道大概是什么 乐高积木其实你盖大房子跟盖小房子 其实你用的东西只有这个积木数量的差别 那有一些包括转角 或者是特殊的雕饰窗户 你是不是用的都是共用的东西 那其实底盘也是一样 底盘你大车小车 其实可能只差在轴距或者是轮距 就是宽跟长不一样 那其实你只要把它拉宽或拉长 其实你悬掉这个组件 是可以共用一样的东西 那以后车长都一样吗 车长不一样 轴距也不一定一样 但是它的主要的元素会是一样的 所以它就可以降低很多它的研发费用 车子的底盘对车子的重要性是什么 其实车子我觉得设计外形跟内装 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事情 但是真正考验一个车厂最大的功力的地方 就是在底盘 因为底盘不设计出来就好了 你底盘要能够应付 不止你国内的路况 如果这车有卖到国外去 你要应付更多的路况 来营造它的舒适性和操控性 取得一个绝佳的协调 其实这需要很大的高深的功力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听我们节目就知道 怎么常常我们都在说 欧洲车好像底盘比较好 那日本车什么 好像比欧洲车稍微 好像比较追不上那样子 这个其实都是经验的累积 我觉得欧洲车人家做了100年的车子 它相对它累积的经验比较多 所以在底盘的调校跟设计上 它比较能有足够的功力去做 那日本车 当然它做得比欧洲车晚 所以它相对有一些know how 它是还没掌握的 但是因为现在日本车厂 像Toyota它都已经七八十年了 所以它也部分掌握到了这种诀窍 所以我发现其实现在新一代的日本车 不管是Toyota或者是其他的品牌 其实跟欧洲车的操控或舒适性的差距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 因为我是车子外行 底盘跟什么有关 跟我车子做起来比较硬或比较软有关吗 不是这个 那个跟避震器比较有关系 但是底盘它是泛指避震器 还有车身的底板 还有下面的一些结构 这个统称叫底盘 那底盘我觉得影响最大 其实是车身的刚性 还有它的操控性 舒适性当然也是一部分 操控性我就能够想象了 就很多尤其是男性驾驶 这车子的操控性过弯 感觉有没有觉得很过瘾 就跟这个车子底盘是有绝对的关系 跟底盘是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你说Toyota有一个技巧就是TNGA 他们共用底盘这个技术 现在Toyota的哪些车款 是用这个样的共用的底盘 其实现在Toyota新世代的车 大概都是共用TNGA的技术 包括我们今天谈的Camery 全新一代Camery 和稍早上市的有一款小车 其实它也是Corona体系的 它叫Aris Aris 不是我的Yaris Aris它也是共用TNGA的这个技术 那在更早上市 它有一款小的SUV 叫做CHR 它也是采用TNGA的技术 其实这个技术我不止Toyota用 Toyota集团里头包括Lasers 是高级车 像它刚发表的ES ES这个车系 其实也是用类似的技术平台 那全部都是进口车系 才用这个底盘吗 对 目前看到是进口车系 但是明年第一季开始 大概是第一季 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掌握 我们的国产神车 叫做Artis 它也会全新大改款 那全新大改款 它也会采用TNGA的 也就变进口了吗 它也是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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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车如果变进口的话 那我台湾汽车工业 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为它其实是台湾 唯一一台有经济规模的国产车 那它明年 它也要顺利来大改款 那它大改款 就会采用全新的TNGA技术 原来如此 你刚刚谈到我们的Camry 它现在有新的大的改款 变成是进口的 它的CC数 还有它价位 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它的CC数 现在有点提升 它入门款 就是2500cc的 入门就2500了 对 入门就2500了 那税跟2000不一样了 税跟2000 当然比较遗憾 就不一样 好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税制 是依照排气量 是 那我们刚好 1800到2400是一个门槛 所以我们以往开的2000 或2400cc的车 税金是属于比较便宜一点的 大概是一年17000多块 两个税加起来 那如果是2500的话 当然税金会高一点 就来到22000多块 这个机具 好的 但也不是差别很大 大概是4000多 4500块了 左右 那他除了说入门的是 2500cc的自然进气引擎之外 他中阶的和顶规款 他都是采用2500cc的 Hybrid动力 那Hybrid的话 就是混合动力车 混合动力车 对 那混合动力 他就除了原来的汽油引擎之外 他还有一个电池模组 跟电动马达来做驱动 所以相对起来 他就会非常的省油 一会儿用用电 一会儿用用油 特别是在市区的时候 他低速的时候 是可以采用纯电模式 所以在用电力驱动的部分 比较多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会相对比较省油 像他原厂公布的数值 他纯市区的时候 甚至可以一公升 跑到40公里以上 是 那我Camry 我除了要加汽油 我还要充电 不用 不用 因为他这一款 他是属于Hybrid的车型 他不是Blog-in Hybrid 如果是Blog-in Hybrid的话 就是有插头可以充电的 那当然那效能又更高 但是现在引进的是一般的Hybrid 就是他在行驶当中 他会用汽油引擎 自动帮电池充电 我们今天聊到了Toyota的 大家很熟悉的Camry 从早期的进口 到国产了这么久一段时间之后 最近一个新的 我想这么一个长售的车款 他的变成一个进口 看一些最近的车子的 一些相关报道 都特别提到了 Camry变成这进口车的一个事情 当然刚刚小七也帮我们介绍了一下 说他到底有哪些新的功能 新的改变底盘 还有以后在税方面 当然也会有些不一样 给听众朋友可以做一个参考 我们今天的这节目内容 待会会上传到 中广新网的YouTube频道 还有我的粉丝页 脸书搜寻中广新闻主播 张庆林我的粉丝页上 另外在哪里 也可以看得到这段影音呢 另外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 搜寻小七车观点 我们有个固定单元收入我们 主厨特参的所有汽车的影片 好 非常谢谢小七车观点 小七曾彦豪 接受我访问 拜拜 拜拜 拜拜